台湾金控9号一早举行代理 新任董事长交接级宣誓典礼 由财政部次长张佩智进行兼交 张佩智形容53岁的李继珠 有三个最年轻的头衔 除了是台湾最年轻的博士 也是最年轻的大学教授 更是最年轻的政务官 李继珠在致辞时表示 百分百公股的台湾金控 富有国家的政策使命 是扛着国家的心欲做生意 虽然在政策配合下 难免有时造成亏损 但相对的也更有机会 获得潜在客户群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同人都能正面看待 开发更大的市场 李继珠说 李继珠稍后在和媒体座谈时 也谈到 两岸气氛和过往不同 台湾银行被指定为 在中国大陆的新台币清算行后 台湾这两个字 在大陆市场发展 绝对是正面注意 他也提到 台湾银行从2009年之后 总资产报酬率ROA 和股东报酬率ROE 都比台湾国内的银行平均值还低 他上任后会进行深入检讨 毕竟台湾银行业的龙头 表现不应该是如此 阳广记者 陈林星空报道 表现不应该是 这一天就会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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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